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问只有我这一个亲人 自然是跟着他的妈妈 我不想自己成为一个怨妇 拿了离婚证后 我看到那本绿色的本子 没有一滴眼泪 那是两年前的事 一场病让我失去了子宫 也彻底泯灭了我再要一个儿子的希望 婆婆失望的神情表露无遗 对我再也不像从前那样亲热 有一天 陈浩回到家满腹心事地抱着我说 韩仙 有时我觉得自己很累 要是我生在一个有弟兄的家庭多好 我问他怎么了 敏感的我知道婆婆对于我不能生儿子的事情耿耿于怀 陈浩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却莫名其妙地来了一句 有时我觉得我妈的想法挺现代的 说完 她就绕开了话题 直到后来 我才知道陈浩当时的话是什么意思 正是因为婆婆现代想法 才让我和陈浩不能再牵手走下去 我的身体逐渐恢复正常 那天晚上 我温柔地给喝醉了的陈浩 解开钮扣 亲吻着她 陈浩却突然挡开了我的手 推开我 面色痛苦 沉默了两酒后 陈浩说 韩仙 我们离婚吧 我不相信 浅笑着说 说什么呢 都做爸爸了 还这么小孩子去 陈浩常常地叹息 站起身来 站在落地窗前说 不骗你 我对不起你 爱了六年的陈浩 此刻是那么的陌生 我安静地听他讲述整个事情 陈浩说 那个女孩是公司的一个实习生 很清纯的女孩 她很信任陈浩 也很依赖陈浩 在我生病的那段时间 他们相爱了 陈浩说 原本我想和他断绝关系的 但是没想到他怀孕了 我给他钱他不要 只要我 后来我妈知道了这件事 妈说 条件这么好的女孩 为了我要生下这个孩子 我怎么都不能辜负人家 我的心猛得沉下去 难道我就应该被辜负 顿了顿陈浩说 他怀孕已经五个月了 一直在拖着 我今天也是借了酒精向你摊牌 简单的叙述 却字字如刀 在我心上刻着 我的脑海里 一直盘旋的却是 以前那个说爱我到永远的他 是在什么样的夜晚 怎么爬上了别人的床 我泪流满面 陈浩说 我也痛苦 徘徊了很久 我会补偿你的 那个夜晚 陈浩第一次不在家过夜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一起生活了多年的丈夫 每天晚上都会回家 且突然向自己的妻子提出离婚 我开始反思 是不是自己也有错 我将文文接到家里 因为自己生病 而将年幼的孩子给母亲带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文文回到家很开心 一直笑呵呵地对我 他很听话 我不让他乱动东西 他就乖乖地坐在地毯上 玩着陈浩给他买的玩具 我给陈浩发短信 承认自己以前忽视了他 没有好好照顾他 我写道 我有不好的地方 生病了就只顾自己 对你乱发脾气也不理解你 我也写道 文文很想你 陈浩下班时 我给他打电话 让他回家吃饭 我做了他最爱吃的 红烧鸡鱼和青椒茄子 我是真的想挽回这段感情 我不想文文没有爸爸 尽管陈浩犯了错 但是他也该知道 回家的路 可是我却没有见到 我想要的 那段日子 直到文文吃完饭 我哄他睡着后 把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 陈浩都没有回来 我望眼欲穿地看着门 陈浩却始终没有出现 只有在白天我上班的时候 陈浩才会回家 匆匆地看看文文后 他就走了 甚至他都不给我一个吵闹的机会 那时的我看着文文 动作就会落泪 我含着泪水哄他睡觉 看见他乌黑的眼珠 圆溜溜地看着我时 我心里的孤苦 排山倒海 既然不爱了 就给我个理由 我得知道是什么 让陈浩放弃 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当我看见陈浩和他 还有婆婆的一刹那 我就知道 自己与陈浩已经不可能了 身旁的他 样子果然清纯 远胜当年的我 他体态娇弱 因为身孕而更显瘦弱 怀文文的时候 婆婆就说 女人怀孕 若是特别显瘦的话 一定是男孩 可我是个例外 因为我生下的是个女孩 我心酸地想起 当年婆婆对我照顾的 无微不至 现在对她也是那样吧 婆婆开门见山地说 韩仙 你还是答应离婚吧 你知道的 我们家三代单传 就这么一个儿子 陈浩上面四个姐姐 可见我当年的艰辛 原本以为你生的是男孩 可惜你不是 盼着你还能再生 可惜你却因为生病 切除了子宫 我们陈家不能就这样 断了香火 你呀 就当可怜我这个老太婆吧 我不言语 直逼陈浩的目光 我说 有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像在做梦一样 一个在我身边 生活了六年的丈夫 那么守规矩 却突然有一天 向我提出离婚 甚至连吵架都没有吵过 你要对她负责 那谁对我和文文负责 那么可爱的孩子 你就忍心让她没了爸爸吗 陈浩说 自从你切除子宫后 妈就一直很难过 怎么劝都不成 妈有一次发烧时 甚至对我说 男人都会逢场作戏的 要是我碰到一个 中意的女孩 就生个孩子 看见妈这样 我也很伤心 妈是那么希望抱个孙子 我不想辜负你 也曾为了你和文文坚持过 但我没办法 面对妈的痛苦 让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 我只能选择背叛 我泪眼模糊地看着婆婆 眼前的这个女人 是我丈夫的母亲 我的婆婆 我女儿的奶奶 却因为想要一个 可以传宗接代的孙子 暗示她儿子可以出轨 然后劝我离婚 几乎没有人能相信 人前强势的陈昊 在母亲面前 却可以用温顺来形容 陈昊的母亲 成了她出轨后坚强的后盾 让本来是受害者的我 在他们家族的围攻下 遍体鳞伤 陈昊的母亲 陈昊的姐姐 陈昊的情人 陈昊的女儿 原来只有我是外人 我咬牙把文文抱来 让陈昊抱着 文文惊恐地看着我 又看着陈昊 然后大哭着伸手要我抱 文文的哭声让我明白了 什么是撕心裂肺 我极力地擦干泪水 抱回了文文 我抱文文回房间之前 对着陈昊一字一句地说 我死也不会离婚 那天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红文文文 看着他睡着的样子 长长的睫毛 上面还挂着泪珠 我的心还如冰 我忽然间累了 甚至在想 既然都已经不爱了 没有感情了 离就离吧 文讯的母亲第二天 就从杭州赶到南京 她第一次在我面前哭 还行 当初我也想和你爸离婚的 可看见你的样子我就忍了 一个离异的家庭 对孩子的创伤有多大 妈妈知道你受不了这个气 但妈劝你不要离婚 不为自己 而是为了文文着想啊 母亲的话让我哭得肝肠寸断 我觉得这是梦 根本不现实 我们一直都好好的 没吵过没闹过 就让我离婚 陈昊的心怎么变得这么快 陈昊不要我 连女儿都不要了 那段日子 我一直在离与不离之间徘徊 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看着身旁空空荡荡 有种说不出的心头 那次摊牌以后 陈昊回家里的次数 比之前勤了很多 每天给文文带很多吃的东西 也买菜做饭 她空余时间似乎多了起来 看着陈昊在厨房里忙碌的样子 我觉得一切都那么不真实 一次在饭桌上 陈昊看着我 又心虚地看着文文 说道 韩仙 我们好聚好散吧 我这样做也是想补偿你一些 希望能让你有些安慰 我立即勃然大怒道 你这样真的是欺人太甚 当初说结婚的是你 现在吵着离婚的也是你 你当我是什么啊 陈昊尴尬地看着文文 然后闻闻地走了 日子就这样 循环往复着 陈昊依旧在白天 有空是来家里 晚上离家 应该是到他的新婚那里了 有一次 陈昊买了很多吃的东西 放在家里 我说 算了 你别花这个心思了 我不会离婚的 我不能就这样莫名其妙地 让文文没了爸爸 大概是我漫不经心的态度 大概是陈昊 也愿见这样的周而复始 大概 是他的新欢在逼迫 大概是婆婆的催促 刺激了他 陈昊急了 生气了 他不顾孩子 正在玩积木 拿起茶几盏的水果 扔在地上 大叫道 你何必呢 我现在也很累 我不想和你在一起了 我就是不爱你了 陈昊文文 我可以补偿他补偿你们 可以让你们继续 这样舒适的生活 你怎么就不体谅我呢 好聚好散 你不明白吗 我不是想用怀柔政策 软化你的决定 我只是想补偿你 至少我也这样 对你好过 文文下的大哭 跑到我的怀里 看到孩子惊吓的样子 我心疼不已 我说 你别这样 我不想和你吵闹 我的态度很明确 就是不会和你离婚 我拖也要拖死你 陈昊摔门而去 厚重的防盗门 发出沉闷的声响 吓到了文文 他幼小的身体 猛的一颤 眼神迷茫地看着我 我轻轻地拍着他的背 泪水滴在他的头发上 我知道 我和陈昊的矛盾 开始激化了 陈昊已经发火 说明他已经没有耐心了 我心里 也以为有一丝侥幸 如果他生的也是女儿 他会不会回到我身边呢 可是 陈昊终于如愿了 他有了一个儿子 婆婆将一周岁的孩子抱过来 摁响了家里的门铃 他给文文买了一个布娃娃 上面价格标签都没有死 29块9元 我说 妈 不知道是不是得谢谢你 文文都快四岁了 才知道奶奶给他买的礼物 他似乎一点都不介意地说 应该的 应该的 我只是想上门和你谈谈 你就离了吧 陈昊都有儿子了 不可能不要儿子的 一旁文文的两个姑姑也劝我 你就算了吧 陈昊的心都不在你这儿了 你做个好事 同意离婚 我们这边可以补偿你的 我说 我不会因为所谓的补偿 就把文文的爸爸卖了 就这样 我们再次不慌而散 原先我就想这样耗家 大概 这世间的男人就是这样 说不爱你的时候 是真的不爱你了 有的时候 我虽然为自己心酸 但是想到 陈昊还没有跟我抢文文 陈昊还没有把我逼上绝路 我心里 也会生出些许安慰 我一直以为 自己的不离婚 能给文文 争讨一个爸爸的名分 尽管她的爸爸 对她而言 名存是亡 但是却不知 幼小的文文 其实已经感觉到了 那天 我和朋友林林 去幼儿园间 去幼儿园间文文 我问的一个伙伴 在幼儿园门口问她 你的爸爸原来是解放军叔叔啊 怪不得总也见不到呢 文文看着我 又笑眯眯地看着林林 然后点点头 对她的同学说道 是啊 我爸爸特别忙 看着文文的话 我按照使劲地掐着手腕 用疼痛转移心里的酸楚 文文大概是第一次 在我面前撒谎 她已经知道 在自己的伙伴面前 维护自己的尊严 文文一直盼着 见到她的爸爸 可是陈昊很少来陪文文 也从来没有接过她放学 有一次文文对我说 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来接 我都看不见爸爸 妈妈 你帮我找个爸爸好吗 文文的话让我决定妥协了 曾经我想 我不会离这个婚的 我不能就这样放了陈昊 可是 周周转转两年多 我已经明白 我和陈昊是不可能了 爱已经远离了我们 我以为我能争取到的 就算是一个 没有爱情的婚姻 至少能给文文 一个完整的家 可是我却忽视了 我歇斯底里的挣扎 已经影响到了文文 幼小的她已经知道 她的奶奶 姑姑们不喜欢她 她已经远远地 看见过她的爸爸 抱着一个 比她小很多的男孩 原来孩子虽然年纪小 却已经洞察一切 当文文在她的同学面前 当着我和林林的面 宣告林林是她的爸爸时 我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文文要的是一个真实的爸爸 而不是名存实亡的爸爸 有时自己的坚持 未必是正确的 于是我签字了 尽管离婚时 我拿到的财产不多 尽管陈昊放弃了文文 但我相信 我能给她一个光明的未来 离婚了 心却没有像原先那般疼 这两年的煎熬 已经让我对痛苦 有了免疫力 我想 我会带着文文 好好地生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记得下次与您的分享